请渡完 警感慢感的还是赶回来了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唐人街 唐人街有很多那个餐馆 它是放的那个潮州音乐 广东潮州的店 潮州人 那么他放的那个潮州音乐作为背景呢 一来呢 就是我们听起来不是很习惯 因为你不知道他说什么嘛 对不对 因为他有很多华人的店铺 也有一些华人的这种同乡会 是吧 他那个这边呢 他比较注重文化的传承 就广东人啊 他比较认主的 那么你经常在潮州街 能看到一些 看到一些这个 看到一些这个同乡会 或者说宗族 宗族的一些联谊会 它有专门的 就是公产 就像相当于那个宗旨一样的 这么一个 族中共用的 这些房子 那么这些房子呢 它并不是独立的 它在 唐人街的华人聚居区 它相对来说 还是那种 路边店 就是它楼下是大厅 楼上可能是办公 所以呢 我们在唐人街 虽然说 现在有很多 从内地过来的游客 但是多半呢 你还是能观光到一些 旧中国的一些风格 尤其是宗族 这个东西在内地 几乎已经看不见了 我们知道 差不多是 文革之前 就被打压的差不多了 那么文革呢 它一边 解决了这个 世家大族 对朝堂政治的干预 一边呢 它又彻底摧毁了 它利用这个 土改 和土改以后 长年的这个教育 它完全摧毁了 宗族的统治 那么内地呢 最近几年 其实已经开始 有一些宗族势力了 就你看去年的一些 广西啊 福建啊 广东啊 它有一些 我们把它称之为 叫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甚至可能云贵 都会有这种问题 就是宗族势力 它在 中央政府 能力之外 接近边陲的地区 它其实呢 它是能看到的 而且宗族势力 在逐渐被加强 它和内地的农村 还不太一样 内地的农村呢 多半是靠权的 靠会选 那么选出村长来 而宗族势力 比较强大的地方 它还是有一些 旧中国的风格 宗族祠堂 其实它是讲理的地方 它不完全是看钱 它看的是血缘 我们到了泰国这种 华人定居时间 比较长的地方 就经常能看到一些 华人聚居区 它放着旧中国的一些 风格的音乐 你看我今天晚上听到的 唯一能听得懂的一首歌 就是 何日君再来 邓日君唱 别的歌我都没听懂 还有一段是 甜蜜蜜 也是邓日君唱 我知道 我知道这两首歌 都是因为 他唱过 其实在他之前 像何日君再来 可能那个 日剧时期 有一个姓李的歌型 是吧 我记得好像是他的层面曲 而不是邓日君的 他也是翻唱而已 这个东西过去就过去了吧 因为我觉得啊 这种背景音 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习惯 而且你也知道 东南亚这种国家 它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它都属于那种 能歌善舞的 最起码它是 比较热爱唱歌 那么很多人把汽车上 装的无数个喇叭 你经常看到 有的皮卡车 后面都不能装货了 因为它 全部装的都是喇叭 还装的灯 对吧 乒乓五四的 一边唱 一边 一边那个灯还在闪 这个很常见 而且你到了东南亚 还会看到一个中国特产 这是我们在中国基本上看不到的 就是一项行李箱一样的音箱 它可以拖着走 里面有电池 不仅你可以插电 也可以用 就它那个 自带的这个储 储便的这个电池 那么放音乐 放的也是很响 就几乎就是一种噪音 你要听不惯的话 几乎就是一种噪音 但是没办法 这这所有的这种行李箱 上面一边都有几个大字 是吧 中国驰名商标 那问题是我在中国跑了这么多省 我就没见过这东西 对吧 但是那不妨碍 是吧 跨国以后销售嘛 不妨碍 这这种情况我们 其实见到了很多 国内国外都有 就刚到老国的时候 见到一个更好玩的东西 就它拿一胡萝卜 摆在那个模具里面压 压完了以后呢 像一个人参果一样 就是 反正你看那颜色啊 确实像地下涨了 是吧 土不拉滋的 但是有有些人就不信鞋 知道吧 他就把它买来以后 放在水里泡 摆在宾馆 放在水里泡 放在水里一泡 得 就胡萝卜 就这么简单 但是很多人拿它当作 这个东南亚的特产 就买回国了 就这种情况很多 所以呢 没办法 我又 赚紧时间赶回来了 挺好玩 其实今天呢 今天我刚开始 我其实是想回答一个 观众的一个提问 就是关于这个粮食问题 其实这个粮食问题啊 我最早讲应该是半年前了吧 我记得我半年前 就讲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它其实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其实我讲这个问题 我都觉得累 为什么呢 因为国内啊 它有截然相反的 这个声音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声音 它其实是截然相反的 因为我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就有一朋友 挺不错的一朋友 他就跟我说 他说他家里有人是学龙的 然后他呢 就是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 我说我告诉你 不同的意见呢 其实是一直是有的 但是不同的意见呢 你几乎不要听 就是他觉得粮食是安全的 就是中国不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中国最高 就是2004年 就是最高峰的时候 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是 6万多亿吨了 就是数字 你看那个统计局和农业部 农业部那个 报上来的 它其实呢 这个数据已经超过6万吨了 就是中国 你按人均 营养30标准 400公斤来平均的话 6万亿吨 就足够 中国人 就14亿人的话 每一个人 400公斤 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但我一直觉得 那个别急啊 那个中小企业的事 可能要好几天了 因为这东西它比较 说白了 但是这些话 我先一后来啊 刚才 是吧 您 毛一带的 不是 这问题 好 鸡鸣 啊 两个 两个 两毛钱了 我 但是这走不掉的内地 以前做过一个 过来说啊 很多人 提两个问题 但是 就比较 中小企业怎么办 其实 四个问题 关键是 这很多人 不愿意说 没事 我来说 没关系 这个黄黄 的形象 是吧 那个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前面 不赖 我也知道 就他的所有的观点 其实 他只是 不好明确 所以没 这几个 陆续吧 陆续 再去回答 我觉得问题 这个人嘛 其实 我说 我不怕 大家 去说 提出 自己的 希望 有一个 有一个 交流的机会 能把 一定是 都能接受 但交流的机会 就很 完全可以去 那么 思想 这个东西呢 它其实 是可以 碰撞的 在交谈的过程中 完全可以 产生新的思路 那么 也就意味着 这种 火花 它极有可能 会给我们 带来 新的观点 我们都在 找未来的路 我们并不知道 未来会怎么样 包括中美 就把它 它是很 很清晰的 无论什么 刚 政府 都是 双方 一个是二货 一个是他走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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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太无 实了 挺好 这些东西 一天 一个 的话 梁师文 有 很 的 他 有 他们 喜欢 数 参加 看看 统计局 我的数据 它 没有告诉你 形成这个结果的过程 你比如说 很多人说 中国的粮食问题 为什么说安全 因为我们有能力 种出来 六万亿的粮食 我们完全可以解决 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但是呢 他忽略了几个问题 第一 中国所供应的这个粮食 能不能达到这个数字 谁来监督 没有人知道 对吧 他就是 达不到了 他也不敢说 因为像国王汇报坏消息的人 是会被砍头的 那么剩下来好 又跟着一个问题来 你生产的六万亿吨粮食 你需要多少耕地 中国能够提供足够的耕地吗 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对吧 因为从数字上来说 它其实是提供不了的 就中国的耕地 目前是养活不了中国人 无论你种什么 所以现在从15年开始 他这个土豆主粮化的问题 很严重 土豆呢 我们知道大多数人 只能拿它当菜吃 从来没有人考虑过 拿它做主粮 是吧 你说你到俄罗斯旅游 是吧 到英国旅游 那东西它没菜 尤其是英国 是吧 你说那种一土豆 那种一奶油龙汤 是吧 那你没得混 你只能吃这个 是不是 但是你 你让中国人炖炖吃土豆 哪怕就是东北人 你让他天天 是那个土豆 土豆做的那个粉条 是不是 你粉条炖啥呀 炖打白菜吗 对不对 炖芥菜 芥菜割的 是吧 那不现实 你让它炖肉 不可能啊 你混到吃土豆了 你还能有肉啊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它这个 它这个 就是所谓的粮食安全 主粮安全 能够达到一定的数额 能够保障中国人民 你包括今年那个 农业部 它有个要求 就是要求中国 粮食生产 一定要达到六万 六万亿吨 不是 你记住它 只要它要求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出现问题 就它没有 它才会要求 缺什么 吆喝 所以这个问题呢 你不要过分的轻信 是吧 我们知道 现在中国的农业 它第一个问题 是种的 第二个问题 是化肥 是不是 你这两个问题 你解决不了 你是保证不了产量 那么中国 从目前已知啊 就是政府公开的信息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种的 是通过种子公司的 就农民自己留种 已经没有意义了 因为它留不出来 好的种子 它是不给你留种的 就第二年种出来是草 那么你现在没办法了 你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每年你都得到种子公司 去买种的 而中国的种子公司 大部分 它是由外资来控制的 就跟那个油一样 你现在卤花也好 家里粮油也好 就我们讲的金融油也好 中国市面上的油 百分之七十 是由外资来控制的 是吧 种子也一样 那你麻烦了 对不对 你说你都跟全世界对垒了 你还想进口种子吗 是不是 种子这一块 它给你卡死了 你种啥呀 对吧 种子问题好了 这是最大的问题 那第二大问题 就是化肥嘛 所有的化肥 即便你自己能生产 它也涉及到一个肥力的问题 就是土壤能不能吸收 会不会造成土地板铁 那么每一块田地 它的肥力测试 这个东西 各个县它都有农业局 农业局下面都应该有一个土肥栈 其实呢很好玩 中国政府自己是知道他们的情况 而且从十年前开始 农业部就提出了一个口号 就把农业 就所有的农业部门 就农业局系统 就是说所有的农业部门 要转变思路 要把农业做成服务性产业 说白了一句话 就是工业反补农业 通过农业部 是吧 农业局 农业厅 那么把所有的 社会资源 尽可能的向农业倾斜 我们看到的这个倾斜的结果 其实很不好看 我见过一些村馆 最基层的 那个 换届了 换届了就得跑路 是吧 国内都不能呆了 往国外跑 为啥呢 每年农业部 就补贴啊 有很多补贴 我就讲我 我比较熟悉的 这两个 一个呢 是早期补贴 你看每一个农业局 各个县市的农业局 他一到这个 年初的时候 他就有一部分拨款 他要照计划 我要在我这个县 我今年我要补贴 多少个早期池 是吧 我要让农村 现代化 这国家有要求 早期池补贴 最少的一般是三千块钱 最多的呢 四千多一点 四万多一点 那么他就是 全国南北 他都是这样干 都是这样干 在北方你就行不通 朋友们要是去过北方 或者北方人啊 就是他印象 你们印象会很深 就北方他那个公共厕所 就马路 就那个 一级公路 周边的那种公共厕所 你去上厕所的时候 你会看到那个 凤池他没很高 他会落起来 就结上冰 就像宝塔一样的 你可以感觉到在室外零下二三十度 这很正常 零下二三十度啊 那么完了以后 你还要用早气 用护水袋吗 对不对 我花力气花钱建一早气池 然后接上管呢 我家里家里烧烧半年 那是奢望 就你基本上你烧不到半年 北方有很多地区到五月份 他才真正开始化动 是吧 我五月四号 13年的五月四号 离开内蒙的时候 他夜间的温度是零下四度 你说你这个温度 你能用早气吗 对不对 你得零上啊 是不是 那么他十月份 十月份那就结冰了 九月份开始下雪 他有可能还除除雪 有的城市啊 他除雪 用工业盐之类的 那么很多小城市 乡镇 尤其像农村 根本就不可能除雪了 从九月份第一场雪下下来开始 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份 那这个时间 他早气池是用不了的 是吧 那你说让他在家 本身地盘就不大 你让他再挖一早气池 没事还搞这个搞那个 所以农民他一般不支持 这个东西 很多人他不要 我不要好不好 你不要在我这祸害我 那么完了以后 这笔钱下不去 下不去以后呢 上级拨款了 他就不管了 他必须让你执行 这是你的工作任务 所以你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你执行不下去怎么办 执行不下去造假呗 那就我们村的 是吧 大学生 每个大学生 电话号码都填上去 农业部有抽查的 是不是 抽查 你们家装 找这个知道吗 装啊 政府给多少钱 看一下啊 给给给的三万 是吧 帮我们那个服务很到位 是吧 农业局专门派了技术员 帮我们指导啊 帮我们装了一个早期炉子 乱七八糟一大套 讲完之后 怎么办呢 政府给你补贴200块钱花费 这任务 这任务你就算完成了 是吧 那么 就这个 它就涉及到后面有很多东西 你比如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你这个砖头 因为它 它农业部门 它的补贴 它不完全是用现金的方式 发放的 它要去订砖 它要去订这个 水泥 订黄砂 订这些东西 订完了到年底 它比如说 确实搞不了的 比如说的 我订了四百万的货 我实际用了不到八十万 剩下来三百多万 怎么办呢 我要退钱 退钱的话 人家就幸福了 对不对 你订的时候 你说要 回头你不要了 我得在中间捞一笔 是不是 所以呢 农业局在哪个专厂 指定定砖的 这都是指定的 这都是局长一支笔 涉及到很多府 然后完了呢 还有一个更麻烦 叫什么呢 叫两种补贴 这个东西在全国范围里 它都有 它是希望农民买更好的种子 尽可能不要买到假种子 或者说 产量不高的种子 那么两种补贴呢 每亩地 一般来说 它是二十块钱 你问题是农村有很多地方 它这个钱呢 发不下去啊 它不是说村长想摊 现在就是村长 村支苏 监委会主任 村里面一般三个领导 加一村筷子 不得了 那么涉及到这个 这笔钱呢 基本上就这四个人知道 就发了多少 就这四个人知道 来了多少钱 你都可以查 因为它农业局一层层下发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这笔钱 你根本就发不下去 比如说啊 分管工业的一个副政长 大笔一回在半山坡 批了一边炮场 这边炮场批的时候呢 它就以租带针的 它根本就不是做那个工业项目 完了以后 它不能上报 这田还是农业用地 是不是 那你说你怎么搞 那不是政长的问题啊 它上面还有啊 去党县党啊 有权的多了 二十半的调子 你就得给它 是不是 比如我们统担木部长的儿子 他那北大 北大业的 那他儿媳妇 就是他老子 是我们政法委书记的女儿 是吧 人民大学 金融专业毕业 就这种情况 我们在农村都遇到过 就是他很好的学校 你不管他怎么上的啊 但是他回到农村 回到农村 就出了问题了 说到啥问题呢 他到农村并不是要 建设社会主义性农村 他是要花家致富的 是不是 我见过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夫妻俩开的车 还是一借来的红旗轿车 完了以后呢 我们帮他做策划 我以前在国内 做过这个企业咨询管理 就帮别人那个 很少啊 就是帮别的公司做 帮这个公司做企业外老 帮你做企业方案 这种事我们干的很少 最多的干的是什么呢 帮你注册公司 帮你办资质 是吧 你说你没钱 我帮你垫 是不是 你说你没资质 我帮你办 你说我要增资了 我要搞一混凝土 搅拌站 我最低注册资本 我要600万 我现在200万 我都借不到 怎么办 没事 我来帮你借 多大事 对吧 所以我们见到过 很多这种 这种事 那么你帮他办了 办了以后 他这个地批下来 就是在他本县的范围里 他把地拿到手 公司他也开了 钱他也挣了 这哥们他夫妻俩 从一张二纸半的条子 就是 要了一块地 介入这个 旧城改道 一直到他们搞 搞出一个建筑公司 不是建筑公司 叫什么 房地产公司 然后下属又搞了一个 混凝土搅拌站 他们一共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就是说 从一张二纸半的条子 到他们实际资产 几千万 三五千万的资产 他只花了一年半的时间 一年半之后 他从借的一辆 红旗 变成了 他拥有六七台车 没有一台低于一百万 就这种情况 我见了很多 那么农村呢 他就出现这些问题 有一些钱 因为官僚机关的问题 他发不下去 那发不下去以后 农村不把这些东西往上报 因为你没办法报啊 你报的过程中间 你实际上就是举报 对不对 你说我们村原来 比如说有 一万四千亩地 现在还是一万零八百亩了 另外三千二百亩 怎么回事 王局长批了一千七百亩 是不是 李政长要了八百亩 那不可能啊 你要这样一说 你就是跟举报没区别了 对不对 国家一直强调 十八亿亩红线 你敢这样说吗 所以就很麻烦 所以就很麻烦 其实这个粮食的问题呢 国内你所看到的比较乐观的素质 它其实都是骗人的 千万不能信 千万不能信 因为农业部门 其实他们内部有过一个资料 而且公开过 后来公开了 他们预测是2020年 就已经把土豆给你算到家了 2020年还是具有缺口 而且缺口相当大 我半年前说这个粮食问题的时候 我一直采用的一个数字是 每年进口大概在一万两千吨左右 就是说低于一万两千吨 一万吨到一万两千吨 其实呢 这个数字去年已经突破了 一万三千多 将近一万四了 就这个数字还是不完全的 就他们公开的 就商务部公开的数据 其实已经突破一万三千多 接近一万四千 那么明年 就今年明年 后年会更大 所以我一直在说 它这个问题最终呢 它没办法解决 因为你如果说外企撤离中国了 那国外有很多组装加工的企业 它不在中国干了 你中国能够卖的东西是很少的 就中国能够被世界所接受的 如果说啊 如果说你要是 人家去问你别的地方买不着的东西 其实在中国能够提供的这么多 那么你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中国怎么样去解决未来的粮食供应 我们知道这个土豆也好 红薯也好 其实他说那个土豆的时候 他更想说的是红薯啊 是不是 他种番薯的话 那个对土地的选择 是更宽广的 因为土土豆呢 它有一块 它对这个快筋在结快筋的时候 它有一个温度要求 所以他很多地方 其实是种不了土豆的 你不要听农业部怎么说 他下面敢让你种土豆了 其实他想的也就是让你去搞红薯吧 他只是不好这样说 因为你也知道那个番薯帝国嘛 听起来很难听 是吧 人一想到番薯帝国 大家抓红薯 没事按北京人口去烤地瓜 是吧 一个人抓一烤地瓜 你自然而然你就想了扛习了 对不对 就很麻烦 所以呢 我们未来就算算上土豆 算上红薯啊 你也不能解决 本国的粮食问题 因为大多数人 他是吃不惯这个东西的 你北方人 你说吃面 可以 你让他天天啃地瓜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 你天天吃土豆 你改变一个民族的主食 这可能性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你任何一个人 你生下来 你实际上就是一个 肠胃适应的国菜 我们经常说家乡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 是吧 我是南京人 我肯定说围阳菜 特别棒 是吧 你北京人肯定说 我想回去 我就想吃饭锅的 最正宗 对不对 所以这东西你不能谈 你说要改变中国人的饮食习惯 把土豆跟这个红薯作为主粮 哪怕是之一 这可能性都没有 哇 这是胡扯蛋 所以中国最后的粮食问题 其实他还是要解决 我以前在小范围谈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麻烦 他就不太好听 在北方我们选择的只有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它能不能租借给你 哪怕种一剂 能不能租借给你去种 不知道 这个你很难说 你没办法说 你不能确定 你不能完全说 他不借给你 不租借给你 是吧 这可能性 不知道 你没办法判断这个东西 就苏联目前卖给你高价油也好 或者干什么也好 它给你提供的 其实是一个 政治上 军事上的一个宝藏 对吧 他不跟你翻脸 是不是 那么你 你跟他那个 租他的土地 来种粮食 这东西麻烦了 因为农业 中国目前 他不可能有 大规模的这个农业 那么只能是靠人 那你一下 你翁过去 上百万的人 去种地 是吧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这也是一个安全上的威胁 他根本就预防不了你 后面的事 他同意的可能性 其实并不大 这肯定是争取啊 就中国政府 他肯定会争取这个方向 但是这个可能性不大 大规模的 它是不大的 那么唯一他能选择的方向 其实是南方 就与我们接壤的几个国家 是吧 他最终的选择 极有可能是老挝 和柬埔寨 因为我们知道 从越南开始 就我们讲的这个战层道 就水道 你在东南亚是可以三属的 是不是 如果你要是调整一下品种 四属都有希望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难 他最终的主攻方向 应该是南方 而不是北方 北方只能种一季 你产量再高 他也只是一季的东西 对吧 他不可能套中 套中不了 他北方日照就那么长 你还没收割呢 你再往里蹭 双将了 下大雪了 全晚代 所以他估计最终选择的 应该是南方 那么中国呢 有很多国企已经把触角 伸上了南方 只是因为他们还带着 本国的一些漏袭 所以东南亚与我们接壤的国家 目前跟我们的关系 都在逐渐紧张 现在不谈美国 是不是强势回归亚洲 涉及到东南亚 它还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俄罗斯已经在接触 他曾经的盟友 俄罗斯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 就已经跟越南 甚至周边一些 他们曾经合作过的国家 有过接触的国家 就开始有一些动作 这些动作呢 很少有人去关注它 但是你逐步会发现 如果说中国的粮食解决不了 必须向外寻求新的耕种的场所 你没有足够的美元 足够的硬通货 跟国际社会交换 那么他就会把视角 伸向北方和南方 与我们接壤的这两块土地 未来粮食方面的变化 其实一直会有 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可以了 目前 中国是解决不了 自身的粮食供应 未来在哪种地 不知道 就这些政府 他会怎么做 你根本猜不着 他不按常理 对不对 你根本猜不着 那么他在非洲 撒了很多钱 为什么呢 他要的是资源 但是中国一旦被外部世界所隔绝 你根本就用不回来 你最终能感觉到 能够给中国带来效应 也只能是与我们接壤的 这几块土地 所以我希望呢 大家闲得没事 可以翻翻地图 南方这几个国家 近两年来 与中国的关系 都是相当为妙的 而且人家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变化 只是大多数国人 因为长期一贯的忽略他 所以就没看到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他已经有了 已经发生了 好了 差不多耽误大家半个小时了 今天就到此结束 好吧 明天我们聊聊那个移民的问题 其实移民的问题很麻烦 直说吧 就说白话吧 大家都不爱听 而且会让人很伤感 但是你要是 不愿意明的说吧 长了些的吧 我觉得也是害人 因为有很多人 踏出国门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一种赌博 中国人历来是安土中签的 我相信 大多数人 踏出国门的时候 他这个抉择 相当的沉重 我们既然已经先出来一步了 尽可能的说点实话 让他们在走之前 有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好了 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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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